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来补一补Keeshot的视频 是这样子的 有微信那边有反馈是说 Keeshot怎么贴图的 因为个人来讲 我通常是ps里面做的 我很少在Keeshot里面做这些复杂处理 我Keeshot我就单纯的渲染这样子 那首先这样子 我准备两个文件 一个是这样子 对吧 一个正方形 一个是整个都灰色的 就单色的 一个是双色的这样子 那是为了给你们演示用的 那这个Keeshot我也打开了 那我们先来一下 不是 我们先来一下这个单色的 那给你们演示一下怎么贴图 其实贴图真的很简单很简单 其实在之前跟你们讲 你们拿拿打开了以后对吧 还是一样 那我们就开始啊 开始的话这样子 那还是弄一个 那个什么背景弄个灯光对吧 之前我跟你们讲过 比如说我这里plastic 对吧 之前说 这个对吧 然后呢 如果我想说 这样子 我想给它加个洞 对吧 记得吧 然后你看它是可以的吗 对吧 就加个洞 对对对 这样子 你看它是可以把这个纹理给烫上去的 这个你们记得吧 那现在呢 如果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这我放过去蓝色对吧 覆盖了 贴图了 其实是这样 首先 那我们继续都关掉 然后再tester这里 有没有记不记得 我好像没有跟你们说过了 你们装完key shot 你们看 你看我桌面 左下角 那key shot rendering是我们放一个渲染图 对吧 还有一个key shot 我忘记我前面有没有交过 这个很抱歉啊 我还是再讲一遍吧 那首先这样子 key shot 这个resource这里 这个部分 那key shot rendering是在这里面吗 我记得 我是应该是我自己拆开的 你会看到来environment 对吧 environment这个文件 对 你会看到里面的时候 interior outdoor 你看这里是所有东西都能对应的 也就是说什么 如果我想在tester这里 或者在color这里等等 你看 你都可以添加一些key shot的文 就是他只要他能读取的文件 那texture 对吧 那我这里其实有 你看我放了几个那个cork 就是一个软木的这样子一个形状 你会看得到 对 反正我拉到你看 那这个你看不是名字 那这个就我放 你看我放在这 当然你可以放你想要的一个位置 你看他这反正都对应的 你自己去看呗 你想放哪就放哪 比如说label 你就放label呗 那就这样子 那现在我就直接拿这张图来讲吧 好吧 那这个东西 哎我拖过来 哎你看到我整个下来好像真实 对 那这时候我只想一个面怎么办 也就是说你们说贴图 其实就是最后一个label 能看到吧 其实就是这么很简单功能 但是我只想这个面怎么办呢 哎 我们要选这个点拖进来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要点先点这个position 对 对我们还是要需要那个拉 首先我们拉一下 哎你看到对 你这个拉的非常准 你看我稍微往上一点 你看就会突出 你看 哎哎哎 你看就跳下去 所以这个你们要弄的 自己要这个拖啊 其实做这个其实是比较麻烦 所以个人来讲我不太喜欢做这个事情啊 然后再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对哎 这样子我们要把这个给拖过来 哎看到了吧 当然你可以反正就是说 呃 这样子那其实算是ok了 然后再下来就是调一个大小尺寸呢 等等的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呢你是单色的 他会整个都覆盖 好 那这样子我们再打勾 哎 你看这个图其实就贴完了 能看到吧 你看反正就是不影响的 就这样子贴啊 反正比较麻烦 那我们这次再试一下 哎 对 我们用一下另外一个文件来贴 可以吧 另外的一个这个 对 untitle 然后import 然后这样子我们试一下这次 那会不会挑出去这个 那因为解决方法就是这个嘛 啦 我就一个蓝色一个绿色 对吧 那我这样子哎 testure我再来 i label 哎我们上去 我们点一下position 哎你看对就是这样子 就说如果你要贴图 你本身3D文件里面 你也要这样子 就说我给它分开好一个图层 那你要选择 反正你也可以选择 这个不影响啊 你看反正选择就 其实360度选择 就是你也懂也能想象到 这样子 然后大小尺寸 反正你可以自己去那个啊 怎么讲就是说去那个啊 选择这样子一个这样子 会好一点 因为反正就是几乎就是这样子去贴了 那通常我更多我是在PS 像这样这种情况 我是在PS里面做 我不会在那个t-shirt里面做 当然不会那个PS的同学也没有关系 反正照样可以哪一个的啊 反正就这样子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贴图功能 那这时候我们打勾一下哎 这个贴上去啊 当然这边这些边你们先要先忽略了 反正就当你还是一样 你整个贴对 他就还还是会整个被取代 反正就一样这样子做呗 还是很简单的 对那贴图的就这样子 非常的简单 反正sonyres和vino的做法都一样 反正记得你们分好色就ok了 好那这样子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好的那一个有什么问题我会再反 呃就看你们的反馈 我会再补视频的 那个谢谢大家